疫苗话题继续来关心 国务脑立委蒋万安 今天在广播节目当中批评 指挥官陈时中 他的疫苗政策反复非常独断 像是疫苗采购的政策规划都没有远见 态度更是消极 更质疑一开始要求不可以出现复辟态的字样 也不可以透过上海复兴 但现在进来的BNT 还是出现了复辟态的字样 那么如此一来 为什么要拖延三个月呢 对此陈时中也回籍 从来没有因为减体字去延宕疫苗的进口 希望不要曲解 国民党立委蒋万安接受广播节目专访 谈到疫情指挥官陈时中 防疫表现炮火很猛烈 就是不满他刻意阻挡BNT疫苗进口 我认为陈部长 单指挥官政策反复非常独断 直指陈时中疫苗采购的政策规划没有远见 态度消极 尤其BNT疫苗最后到货的就是陈时中 当初坚持不要的复辟态包装和透过上海复兴管道 多了一大圈浪费三个月时间 更牺牲800条人的性命 一直挑剔说不可以有复辟态的字样 不能够透过上海复兴隔了将近三个月 这段期间为什么要被拖延 针对这一连串指控 陈时中也讲重话回籍 强调绝对没有拖延 但曾用定制西装说缓家接手复辟态字样 BNT疫苗的过程也让蒋万安感叹 陈部长令人失望 蒋万安陈时中两人都被视为2022台北市长选战的热门人选 再度因为疫苗问题提前招风 这位欢迎来自台报道